大家看一下這題齁 他說在平面上有兩個點 一個叫A點 一個叫B點 那考慮在座標平面上點擊核 這個點擊核由S來組成 那這點擊核S S由誰組成 由P點來組成 那這P點有什麼特徵 第一個特徵 它會使得上行 PAB的面積會是10 這樣行不行 第二個特徵它週長會是5 會試起15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說第一個特徵它會使得多少 上手型PAB面積是10 而且週長為15 問你這種S 滿足這種條件P 所組成S是什麼東西 來聽 首先我們觀察一下 來我們先看一下週長為15 換句話說這邊有A點之後有B點 加一個P之後形成一個造型PAB 週長是15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想請問一下 造型PAB 週長等於幾 它週長基本上等於PA 加PB 再加占AB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PA 加占PB 現在AB長度是幾 5-10平方 16 6-3 9平方 9 16加9 二數開割到5 週長是幾 15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PA加PB 加起來等於幾 10對吧 所以說老師想請問一下 換句話說這P點有什麼特性 單單只看這個條件 週長要是15 滿足這條件P點 有什麼特性 這P點到這兩個點的距離何時即 10 所以說基本上圖形是一個什麼 橢圓對吧 單單只看週長是15的時候 圖形只是一個橢圓 所以說這時候老師大概大概可以知道 這兩個點會是焦點 這兩個焦點 終點把兩點相加去2 對吧 大概是幾 123 4.5這邊 所以說這邊有一個短軸 對吧 可不可以 這些P點畫出來 所以單單看週長是15的時候 可見這P點有什麼特徵 到這兩個點 距離何時即 10 所以說類似畫出來一個這樣子 一個橢圓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第一個特徵 大概週長是15的時候 這些P點 屬成是一個橢圓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說老師想請問一下 對這橢圓而言 老師可以知道一個現象 什麼現象 這時候告訴我 PA加PB等於10 所以A就四起 2A等於10 A四起 5 對吧 線段AB剛剛算出來了 兩點距離四起 15 對吧 這 這是兩個焦點 2C等於五 現在AB是五 所以C就是五 2分之五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對這橢圓而言 他的B四起 算一下 把B平方加C平方等於幾 A平方 所以B平方加C平方 會等於五二平方25 所以B平方是四分之七十五 所以B算出來四起 二分之五 根號三 好我們先把這邊算出來 這樣行不行 好 所以滿足少型PAP的週長等於15的時候 這種P點所組成起來 是一個什麼 好 橢圓 這樣行不行 那其中把ABC找到 行不行 行 第二個 再看造型 對吧 OK 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P點有什麼特徵 P點 會使得造型 PAP的面積是幾 10 所以說老師問你造型 PAP面積怎麼算 黑的二分之一的多少 如果說我把AB當作底的時候 乘上高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告訴我 現在AB市集 5 乘上高 面積要為幾 10 所以高就是其 4 換句話說 P點在這個橢圓上面 對吧 行不行 行好 OK P點會在這個橢圓上面 而且P點有什麼特徵 開始的P點到什麼 到現段AB為底的時候 它距離是幾 4 對吧 重點是 告訴我 這個B是幾 2分之5 跟號3 算一下 大概是多少 好不好 可不可以 搞不好這個橢圓 它根本高度不到4 對吧 聊聊先生 搞不好這橢圓是 小小一個橢圓 小小一個橢圓 這B就小小的 高度根本不到4 所以說根本沒有這個P點 對吧 所以說你要看一下 B是多高 根號3是幾 1.7 1.7乘5 8.5 7.2 4.25 大概大概嘛 所以說這段高度是幾 4.25 那我今天這P點滿足什麼條件 P點到現段AB的距離要是幾 4 所以說還夠高 可見P這段高度是幾 4.25 對不對 所以說P點應該在這邊 所以P點到這AB 的距離 高度要是幾 4 4 4 那P在這邊 那P也可能在這邊嘛 那P也可能在這邊嘛 P也可能在這邊嘛 高度只要是幾 4速就好了 可不可以 所以說告訴我P1 有P2 有P3 有P4 所以說滿足這種 只要在橢圓上一個疊 對吧 到現段AB高度是幾 4的速就好了 可不可以 所以說告訴我 滿足這兩個條件P點 有幾個 有4個點 所以說答案是什麼 和S恰含有4個頂點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把這邊看一下 OK